消费情报赞 让你生活有个赞 大家好,我是逸玲 我是吉仔 各位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 请问一下 你们的S身材离开你们多久了 好久哦 我给你讲 不要再算了 我們千萬不可以放棄自己 我們一定要喔 再穿上S的身材的衣服 讓我們那個好身材展現出來 今天節目中 我們的那個碩身達人 就要來好好教教我們 如何找回我的SS 首先歡迎我們的碩身達人靜雯 大家好 我是靜雯 還有我們的那個聰明媽媽 加歲不含歲 加歲 大家好 我是加歲 好開心喔 女人一講到S 眼睛都亮了 對 好想要S喔 好想喔 像 妳是S嗎 我跟大家說其實呢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我看起來瘦瘦的 我覺得我就是四隻瘦 可是我局部的地方 30歲以後 我的小腹超大 我覺得大家好 今天都有看出來了 其實你的腰部那邊 今天是發生什麼事 有點背的感覺 就很憋 所以其實我肚子會跑出來 真的就是每個女生30歲以後 都會遇到的問題 你超過啦 我70了 我還沒耶 有二班嗎 我打死都不要承認 妳好年輕 我們一定要維持住 所以我才說各位婆婆媽媽 真的不要放棄自己 對 女人喔 真的要給身材 愛自己 對 有自信 那個外表啊 老了真的是沒有辦法 可是身材真的是要靠自己來 要Hold住 對不對 要把它Hold住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達人 我們是屬於什麼樣的體質 這樣你看得出來嗎 什麼樣的體質喔 其實我們等於說東方人的體型啊 很多都是 泡芙型的 泡芙型的 就是等於說 下半身比較胖一點點的 是 對 因為剛剛其實被我講到說 為什麼30歲開始的時候 你變成說肚子容易大 對 因為其實熱量囤積啊 對 所以很多人常常想說是 屬於雞 為什麼 四肢瘦瘦瘦的 對 對 很多媽媽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女生現在都是 我們 我們這邊手上有一張紙啊 其實你直接就可以來做檢測 好 來…我們一起來 大家來做一下檢測 來婆婆媽媽也跟著來看喔 對 第一個部分啊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是不是邊看邊電視啊 邊吃東西 這是一定要的喔 這是一定要的 對不對 對 如果有的話 我們大家就打個勾吧 好 是 好 再來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忍不住的時候會啦 什麼幾點以後吃叫消夜 你大概八九點以後就叫消夜 什麼啊 對 其實正常晚餐應該就是 你大概六七點的時候吃 可是你八九點以後吃的時候 那時候等於說 你大概十點十二點 就要睡覺對不對 對 那時候就是很難去把它代謝掉 所以那個時候就叫消夜 那有沒有 一天三天 一週三天以上消夜 打勾號 五號 再來 無法抗拒甜點 我是 怎麼可能啊 是不是我現在告訴你 女人有甜食 才會美麗 才會幸福啊 連我七歲的小子女她都說 她說 我們女生有兩個胃喔 一個胃成來塞甜點的喔 對 七歲小朋友她就這麼說 所以其實真的每個女生愛吃什麼 甜點 好 再來的部分你就看說 一週有兩天以上吃外食 我天天會肌膚食 對… 很多媽媽應該都這樣喔 然後我們要打個勾 因為現在太忙了 沒有時間可以煮 再來喔 嘗嘗叫菜 這是每天我都會做的事情 想要不吃 妳就吃 我是媽啦 我如果要維持身材 我是不敢撿 可是有時候真的覺得好浪費喔 所以 還是打個勾好了 對… 還是打勾 那我還好我不勾她 因為我都吃外面 再來你可以看到說 愛吃甜分比較高的水果 西瓜 荔枝 櫻桃 最近櫻桃產季對不對 我想說吃櫻桃鐵質很多啊 很苦啊 所以我一個人吃了兩公斤的櫻桃 天啊 兩公斤櫻桃 我知道櫻桃熱量超高的耶 超高 所以你如果不吃飯 只吃櫻桃也是不行的 甜好難抗拒喔 很難抗拒喔 所以連吃水果我們都吃好甜的喔 打個勾囉 再來 吃飯速度很快 短時間嘛 沒辦法 我覺得現在的人都這樣子 對啊 因為有時候說小孩 如果要吃東西的時候 媽媽趕快先爬完飯 然後再餵小孩吃對不對 所以都吃很快 這是每個人的通病的 然後也來打個勾 再來是 用餐的時間不規律 一定都不規律的嘛 天啊 今天有誰在晚餐 是6點以前吃的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耶 好不規律喔 來 還有再來喔 吃飽的就坐著 吃飽就是坐著 吃飽就是坐著 不然啊 有些人沒有坐著 有些人是怎樣 窩在沙發上 整個好像躺著 那也是一樣 我是躺著 那要勾啊 那也是勾啊 因為妳沒有站著不行啊 我一定要站著是不是 對 再來就是愛吃炸 一定要吃鹹酥雞的啊 我不會 我不會 我從來不自己買 可是妳有我一定要吃一口 妳有我一定要吃一口 不是人家的 很多人愛吃喔 容易長痘痘 然後又容易胖對不對 可是很好吃 來 那我跟妳講喔 我們剛剛不是做了一個檢測對不對 這裡面大概有十項的檢測 如果妳有超過五項 妳就是一發胖的族群了 五項就是一發胖 不知道怎麼是五項 五項 我九個耶 我全買 已經九八個了 喔 這樣五項 沒有啦 很多人是很多媽媽 妳都確定說 我這樣勾一勾怎麼怕死人 我都超過四個個了 我覺得電視機前面的 婆婆媽媽看到已經抗議了 每一個都勾起來 對 每一個都勾 那其實我們就是講說 妳今天想一想妳早餐 中午晚餐 吃了什麼東西 那拿出來看一下 最主要容易發胖就是因為熱量 喔 熱量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自己手上 妳們都有那個熱量表 我們剛剛已經做好的表 來 把它拿出來 這是我的早餐午餐晚餐 妳看早餐嘛就是厚片吐司啊 或是起司吐司啊 加個黑咖啡 來 逸玲姐喔 妳黑咖啡我覺得妳很厲害喔 因為妳喝咖啡如果說再加糖 再加奶精更胖 妳喝黑咖啡非常好 我以前一定要加奶 我現在不敢 怕死 我只喝黑咖啡 對 就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的早餐還算正常 算正常 好 再來我的午餐 便當 便當 在外面一定是吃便當 便當好家 這樣就簡單對不對 對 我都沒有吃完 我一定白飯留半碗 然後肉菜就媽吃過 吃掉 對 然後再來這樣九百大多卡 再來是晚餐的部分 晚餐就是跟著家人吃嘛 就是有時候自己煮 也是一定至少一碗白飯 然後四個菜這樣子 四百多卡 然後水果就是 欸 香蕉兩個其實妳很健康耶 因為吃香蕉的話就是 它可以代替澱粉 所以很多人說想要減重 都是用水果 然後香蕉對不對 可是妳這樣算起來 一整天大概一千九百零一大 一九零這樣我算多嗎 正常女生喔 你一天攝取的大卡熱量 是一千三百五十大卡 明明姐妳爆表了 好煩喔 怎麼樣都破表啊 如果家裡有男生 其實真的沒有算多 現在有男生在看的話 男生大概是一千六左右 那我做難了嗎 欸 做難了我還是超過 妳還是超過 不好意思啊 而且妳看喔 剛剛逸玲姐是這樣子一千九百多卡 一九零 對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起飛的 好看我的好不好 我的早餐固定喜歡吃飯糰 而且我不加那個油條 妳再裝一點 妳早上吃飯糰 真的啦 然後再喝一杯熱拿鐵 就是三百七十四大卡 對 午餐的時候 因為我早上已經吃了一個飯糰對不對 對 所以我可能就吃一碗少少的麵 對 共識一下我的澱粉 大概是四百五十二卡 對 下午茶我一定要吃 不吃我容易生氣 會 所以我就吃一片蛋糕 再加一個黑咖啡 大概是三百六十六大卡 晚餐有時候 我就想說吃個燙筋 再加個水煮肉 有時候我吃都不吃 大概是一百九十七大卡 對 我吃的算少了 所以妳是一三八九 妳才超過八十九卡 對 所以其實妳看喔 等於過其飛 這樣超過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可是妳每天超過一點點 每天超過一點點 像廚師一樣 那妳知道嗎 如果說妳要胖一公斤 等於說妳囤積了七千七百大卡 妳就會變一公斤 七千七 一天如果我多四十 七千七 那也很快就能吃到 大概幾個月妳就會變一公斤的肥肉出來 她這樣還要那個 那我不是更快嗎 沒有 我們來看一個我覺得比較可怕一點 媽媽幾個 對 加歲媽媽 因為我其實很少在家開火 只有晚上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都去 早餐店買個三女子 然後吃個大量買 大杯奶茶 然後中午就很簡單 那奶茶不吃的 酸辣湯角 真的喔 我想說中午吃個酸辣湯 腳後面應該還好吧 可是那個要吃奶油六百多 媽媽妳吃的熱量都超高耶 對 可是我想說她只有幾顆水 腳跟一個酸辣湯應該還好 現在很多人都這樣 對 其實她熱量很高 所以妳可以看到說 其實媽媽的話就是說 中午熱量已經高了 那晚餐的部分妳可以看到 她一樣自己煮對不對 自己煮其實比較好一點點 六百多 妳飲料喝三次 天氣熱啊 寒糖的飲料 很多媽媽都這樣做 天氣熱喝個三次 可是妳可以看到 對 那總共是兩千多卡了 兩千多大卡對不對 對 那很多人就說 沒關係 我累積這樣下來 那我做運動 對啊 對不對 對嘛 我就把熱量甩掉 走獎嘛 依靈姐的運動是什麼 我的運動是 有啦 我多少都在樓下走兩次嘛 三個走路 三步一下對不對 沒有 可是我快走喔 快走當運動 我一定會走到我自己流汗 對 那我們起飛咧 一個禮拜有一次泳吧 游泳很健康 很健康 因為游泳是比較不會長肌肉 很健康 那媽媽咧 你要帶小孩去公園跑步啊 小孩跑 你不是小孩跑 不是 你應該像遛狗一樣嘛 你坐在那 他小狗在那邊 沒有沒有沒有 小狗在那邊跑 對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上面有在運動 其實都很好 可是如果說啊 你減一公斤 你運動的話 大概要幾個小時 你知道嗎 我們大概的話 剛剛 齊飛講說他游泳對不對 對 大概說如果你要減一公斤的話 你需要 二十九個小時 連續嗎 你就是運動連續二十九個小時 連續二十九個 快超精喔 對 不是 應該 本來是這樣子在游 那你就翻倒啊有沒有 翻過來 直接翻過來這樣子 真的變最假了 真的變最假了 對啊 好 那跟依林姐說 那散步的話對不對 快走快走 快走對不對 好 快走的話 大概快走散步算慢跑好了 好不好 十四個小時 還有一公斤 你現在有便利巨人浩克啊 對 超早的都鬆肌肉啊 十四個小時才一公斤喔 一公斤 這樣我穿起來就好了 對 那媽媽剛剛講說 可能就是散步有沒有 帶小孩去的話 散步更可怕 五十八個小時 我天啊 對 五十八個小時 比較好 所以你知道 更可能 對 所以其實女生的話 你要運動的話 真的是比較辛苦的 那我們不要動喔 對啊 也不要 反正動也沒用 好 不要管他了 那廣告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 到底要怎麼剪 好任性喔 這樣子都不要運動 到底要怎麼做嘛 廣告之後我們聽達人怎麼說 KC 不要吃 房間就有很多那種 減肥命方 讓妳瘦下來的地方 對 我就是配那個 就是減肥食物 因為它吃了有效 可是頭髮會一直掉 天啊 而且是 那我說的那個減肥藥 我吃過就是 它吃了以後呢 就是會心悸嘛 所以會抖 因為妳吃了之後 不想吃東西 結果就暈倒了 你知道嗎 我有朋友這樣抽那個 大腿內側啊 手臂 他說那個大腿內側這樣抽啊 好像可以有頭髮骨龍 對 我們這間女生好辛苦耶 對 我累了 不想動 我還沒有動 我就要 剛剛是說什麼 我慢跑要跑多久 慢跑的話 妳大概就要跑 二十幾個小時 一天嘛 十四個小時啦 妳慢跑其實十四個小時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子運動嘛 對 那妳說把它吹起來 哪有可能 也不可能不吃 不吃我就憂鬱了 真的 對不對 所以 房間就有很多那種 減肥蜜方 讓妳瘦下來的蜜方 我相信 我們應該每個人都滿有經驗 可是我們都有啦 因為其實像 我的話已經快四十歲了 其實快四十歲代謝很差 那很差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以前有 人家說什麼 綠色小藥丸 是 黃色小藥丸 吃了會瘦 我也吃過 一個月就掉四公斤 好開心喔 但是我吃了之後 真的不想吃東西喔 對 我也是 因為妳吃了之後 不想吃東西 結果就暈倒了 妳暈倒 走路走一走暈倒 這樣我拿一口 我沒有暈倒 我心氣 毛都不會睡 那因為妳 就整個嗨到底 所以妳這個時候的話 妳真的千萬不要亂吃 然後減肥藥 妳去減肥藥真的太恐怖了 很傷身 非常傷身體 而且我也吃過 妳也吃過 妳這樣的身材 都偷出來的嗎 我以前吃過 我以前有吃過 網路上現在流傳 就某某醫院的那個 醫生養吃的一個秘方 對 就是一天要吃幾顆蛋的那一種 對 真的很有效 對 可是真的 那個藥真的不能吃 可是那個吃了以後 就是 我就只是配那個 就是減肥食譜 那個吃了有效 可是頭髮會一直掉 天啊 而且是整搓整搓掉 那我說那個減肥藥 我吃過就是 他吃了以後呢 就是會心肌嘛 所以會抖 可是為了泡 我想說抖也沒人知道 對 可是我有一次就是要戴假睫毛 假睫毛 是 手抖到 戴不上去 天啊 手抖得那麼嚴重 對 我們 如果 我吃下去東西 我就用 摔透 很傷 很傷 吹吐喔 其實醫生有講說 吹吐的話 食道會傷對不對 然後容易的話 對 你會濁傷 整個濁傷 對 現在也是傷身 而且一陣子你嘗這樣子 你會很自然的 你只要一吃多 你不用挖 對 他就吐了 所以其實我們要用健康的方式 讓自己可以穿上 你以前穿的那件洋裝 很漂亮的洋裝 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 我相信 你家睡媽媽應該沒有機會擦嘴 其實你應該都試過更多 我試過更多 其實他剛剛講那個 塑身床我裹過 就是皮膚過敏 後來就覺得 對 因為我其實我也吃過那個 是減肥藥 然後還是去藥局 醫生開的 可是我就是心悸啊 不行 我跟你講那騙人 因為我當初吃的時候 他也是說是醫生開的 其實根本不是 對 所以 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減肥藥 對 辣椒糕 然後那個什麼還塞進啊 我還有埋餡過 晚腸呢 我也有耶 埋餡妳怎麼有用嗎 我覺得有 我不敢藏什麼 我們這間女生好辛苦耶 對 那埋餡那個針啊 那麼粗 我每次看他買的時候 我想說為了漂亮什麼都可以 我不敢做 因為我朋友他真的就是埋餡 因為像我會卸足走 他是去買 卸足走 然後他整個潰爛 然後動物性質是顏色 很嚴重 還有糖尿病的人也不會買 對 因為有傷口 對 推脂我也有推過 靜雯妳有推過喔 我常常貼 推脂的 對 他還跟我說正常耶 像家暴咧 對 然後還有就是去幹嘛拔罐 拔罐 拔罐妳水氣太多拔一拔 拔得到補補風 全身補都是圓圓一點一點這樣 對 也沒有效 我跟你講還有那種 花錢還找皮痛的 偷子 你知道嗎 我有朋友這樣衝大腿內側啊 手臂 可能手臂可能還好 可是還是痛你知道 他說那個大腿內側這樣抽啊 好像 對 而且有些醫生他抽太多 他那個神經受傷 他走路也一拐一拐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如果繼續再吃 他就還給你了 對 胖回來 對 所以妳會發現說 為什麼很多人收很快 負胖也很快 對 那我們真的不用那麼辛苦 對 剛才 絲要注重 因為我們都是易胖體質 對 吃要注重熱量 注重熱量 然後多的熱量要運動 可是都要超過12個小時 然後各種減肥方式 都是不好的方法 又不對 又傷身體 沒錯 那達人你今天要 到底要教教我們 怎麼我們才可以真的說 給他健康的 對 健康的窈條 而且快速的馬上窈條 等一下回來跟大家講了 好 那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挑戰一下 那家族的媽媽可能 幫我們犧牲一下 量給大家看 妳辛苦了 真的 生完孩子都會是這樣 對 家族的媽媽 方便一直都幫我犧牲 我覺得這是女人的宿命 所以妳一定要把它 這樣 大概是 三十七嘛 三十七 幫我記得這個數字 好 三十七 那現在家族的媽媽是有穿的 我有穿 先幫我穿一下 好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是三十七 現在 對 現在大概是三十 二左右 所以三十七減三十二大概是 差五吋 差五吋 美食當前又不能少吃 運動又做不了 對 然後吃一些有的沒的 傷身體 對 對不對 那是絕對不能做的 那我們要怎麼找回我的S 其實告訴我 因為我從小到大 其實都補一補也 胖胖的對不對 對 然後一直想要說什麼方式 讓自己看起來瘦一點 可是我覺得女生喔 一麥太骨感 太骨頭也不好看 聽到沒有 彭乙玲這樣說 對 絕肉的 有福氣 對 有福氣對不對 不會刻薄啦 對 因為看起來肉肉其實比較好看 對 也比較有手感的感覺 對嘛 可是妳知道嗎 也不要太長過 我們每次要讓肚子小一點 腰再小一點 有沒有 我以前試過一個方式 這個喔 阿嬤的白色腰帶嗎 經過小孩的人都知道 對 這是綁肚子綁腰的 妳如果去做月子中心 是以前有的產婆幫妳做月子的啊 這個阿嬤在用的 對 現在做月子都是那 喔 這樣喔 妳跟她說這種 已經淘汰掉就不要用了嘛 對不對 好 再來一個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 妳可能買過像這一種樹 對 這我也講過 當然啊 一定好 妳好強 妳需要穿這個 為什麼她需要喔 因為 因為下半身胖啊 對 因為其實說 東方的女生的體型 都是下半身胖 所以肚子看起來大大 屁股大大的 妳說嘛 大臉多吃虧啊 我這個大餅臉 人家都以為我好肥 妳看那個小臉 妳看她肚子也很大耶 妳當然是要長啊 所以這種妳會發現說 有排扣很麻煩 真的麻煩 不透氣 妳知道那個 那些排扣喔 妳脫下來全部印在這裡 對 然後就開始回家 就好像膠了 千萬不要給老公看到 妳這樣撈這樣撈 所以這種妳也不要 這種也把它淘汰掉 再來 很多人說 我腰要小一點啊 我要葫蘆腰 然後有腰夾 對 很多日本女生也脫了 這個還滿OK的 它一樣是排扣 一樣是拉鍊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不OK 因為很多媽媽想說 我要尿尿的時候 我那邊把它拔起來 因為比較舒服嘛 那個比較不方便 那個不方便 對 那這個的話 妳知道不好扣是怎麼樣 妳可能 上面扣完了 要扣下面 上面又抱住了 有 而且會有稍微扣錯 很麻煩 就像他們的衣服扣錯 然後這個勒得很緊 很緊 對 然後位這裡就 就是壓著 對 或者是說妳拉拉鍊的時候 妳很不舒服 我沒有過 所以其實妳家裡有這些 我都幫妳試過 對 這個那些妳就是怎樣 放在旁邊 妳懂得好啊 對 而且我跟妳講 這還是拿不出來 對 不好看 對 有一點就是阿嬤在穿的 如果說準腳遇到愛的時候 對 如果衣服要脫掉 那也不好看 準腳遇到愛 先要洗成腳 那個天蕾 鼓動地火的時候 不會負 不會負 對 可是我等於說 靜雯就找一個很漂亮的法寶 讓妳可以怎麼樣 像媽媽如果妳要嫁女兒 穿旗袍 妳要浸不下去 對 我的法寶讓妳擠得下去 真的嗎 趕快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可以看到這一件 來 好乾很多 妳以為它是內褲嗎 看起來很像內褲對不對 是 很漂亮 有蕾絲啊 然後又看起來很透氣啊 對 然後看起來整件穿起來 很性感的感覺 對 妳看這樣平面真的沒感覺 妳看我們後面那個model這樣穿 好漂亮 對 那個紫色那個 而且這很像我最近前段的流行 有這種光彈裙的感覺啊 對 有沒有 光彈的線條啊 而且所以妳這樣看起來 其實就好像 而且很性感 很好看耶 很好看 對 而且最主要啊 妳會發現說 其實剛剛都是排扣很多對不對 對 拉鍊很多 這一件沒有拉鍊沒有排扣 對 我們今天直接啊 我覺得它很厲害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它是用四根啊 來支撐起來 藏在裡面喔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其實很多的素生褲 都是這樣的東西 對 你知道我有穿過那個 補錦有沒有 補錦 補錦 不是啊我 塗掉 直接擦下去 補錦 對 其實妳會發現說 它整件妳穿起來凹啊 都是很柔軟的 是 因為它裡面太合金 它是有彈性的 對 要讓妳這樣擦出來 讓妳刺到 而且活動也比較舒服啊 對 可是胖的人 這塞得下去嗎 胖的人當然塞得下去啊 可是我要先給大家看一個 就是說 夏天到很熱對不對 對 妳如果穿很多東西 妳會不透氣怎麼辦 妳看喔 我這邊有個實驗喔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一般啊 外面你看得到 塑庫跟我們的塑庫 差別也差在哪裡 透氣度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夏天溫度 平均37 38度 對 因為我孩子的婦女病 有時候真的是這個 很重要 對 我們就等於說用這個 爆煙來代表一個什麼 好像我們今天在 透不透氣的一個實驗 來把它蓋起來 來感受 這是 這一件嗎 你看這是我們這一件 我帶來的塑身褲 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 就像皮膚的毛細孔一樣 妳如果今天很熱流汗 發熱的時候 那煙都跑出來 妳說感覺很涼啊 會呼吸 不呼吸 如果你穿這個的時候 不呼吸就是這樣 然後妳長整治 我跟你講 這就好像把膠帶 穿在妳的身上一樣 對 妳剛剛慢慢屁股長一點 真的 真的 有可能喔 所以妳這些不是不可能喔 對 所以妳要腎學的材質很重要 真的 對 我覺得透氣度真的需要 你看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對 很多女孩子都不知道 對 其實她都沒有穿對 悶壞了 穿對材質的內褲 要透氣 對 那妳剛剛不是玲姐說 媽媽 如果很胖的媽媽 能不能穿對不對 對 這個我們來穿 可能還差不多對不對 那像 加瑞媽媽 加瑞媽媽 她生地獄胎胖30公斤 哇 而且加瑞媽媽生三個 生三個 生肚皮一直都在收縮 所以加瑞媽媽 妳有沒有嘗試過這樣子的 有 其實她是些我都穿過 可是因為皮膚癢 然後真的 我覺得冬天都很暴暖 夏天我會熱死 對 因為會暴暖 對 對 那我們要不要來整個來看一下 現場挑戰一下 對 挑戰一下 好 那加瑞媽媽可能幫我們犧牲一下 加瑞媽媽 我直接現場量給大家看 妳辛苦了 真的 對 生完孩子都會這樣 對 對 我覺得是女人的宿命 所以妳一定要把它撩回去 我覺得這樣好 以示公平 我們在中間這個肚脊的地方 直接量 好 大概是37 37 好 幫我記得這個數字 好 37 那現在加瑞媽媽是有穿的 我有穿 對 因為我剛剛請 那個加瑞媽媽先幫我穿起來 也要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拉上來 因為其實它到42腰喔 可是我又卡穿了沒有問題 好 那我現在一定到底 好 對 來 也是在肚脊 也是在肚脊 好 拉過來 等一下在後面卡住 好 剛剛也是在肚脊 剛剛是37 剛剛37對不對 對 現在大概是32 32左右 所以37總32 大概是少了一串 三個快五吋 差五吋 對 因為我是每天穿 每天穿 而且穿得住 我穿得住 而且我本身很怕熱的人 喊到穿完都會要生 妳這樣穿回去會癢嗎 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個頭 透氣度真的騙不了人 它透氣度很好 而且我跟妳講 我是每天騎摩托車 在外面接種孩子的媽媽 是 你知道我穿著它 我其實這樣坐摩托車上 也都不會覺得不錯 因為它的肛是軟的 而且妳知道嗎 媽媽剛穿的時候 媽媽跟我講一句話就說 我很喜歡它的長度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媽媽 妳是胃兔 妳是胃兔對不對 對 因為她可以穿到胸下 對 所以剛好 胃兔把妳撫平了 肚子把妳夾壓了 再來喔 屁股幫妳抬起來了 對 所以妳看起來是不是很像 葫蘆型很漂亮的腰身 腰部 腿腿 對 這個部分 都是我們胖的部分 妳看少這五寸 妳光穿衣服 整個外表就差很多了 體重沒變 視覺 視覺 縮小了 對啊 妳看我剛剛不是講說 那個S型的身材 離妳多遠 對喔 可是媽媽可能已經離了很遠 她可能已經放棄了 她真的是很大尺寸 所以這個最大能穿到多少尺寸 最大尺寸 四十二腰 四十二腰 你看喔 我拿這一件 我們這樣子把它比一比 坐好 彈性很強 來一二三 來 有沒有 它硕力有夠緊 你可以把它撐開 不管說腰的地方 肚子的地方 屁股的地方 都可以幫妳撐開 而且妳們現在把手放進去的時候 看到妳們的手 對 就像石碗一樣 對 很透氣 你看喔 然後我們再來一次 好 來 一二三 來 對 你看它就可以這樣都撐著 而且很多媽媽怕蕾絲會癢 它是軟蕾絲 對 我才要講 有的媽媽 有的皮膚真的很怕蕾絲 有嗎 因為妳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蕾絲是軟蕾絲 所以在皮膚上面它是很細絲對不對 對 那再來有一個就是說 很多人擔心什麼 會不會往下剪 對 對 因為有的就說 妳因為太棒 妳買太小件了 然後開始就 我們上班都會搬過來 對 會嗎 完全不會 因為我剛剛講說 它除了有鈦合金之外有沒有 它的材質是直接貼妳皮膚的 所以妳不會穿穿著 整個往下剪是完全不會 對 因為我剛剛這樣摸 我覺得它蕾絲真的很柔軟 你看我們後面這個 這個model 這個就是 可以穿到42 對 42要左右 而且葉玲姐其實我覺得不只是 生過小孩子媽媽要穿 像我沒有生小孩嘛 對 妳會覺得我看起來瘦瘦的 我也有穿 對 因為我有一個就是藝人朋友 她說她上節目的時候 她一定要穿這樣子的媒體褲 對 因為她說她不會這樣挑估 她會撐起來 因為剛剛有 好像就是有一雙手 讓妳穿 把妳腰提住了對不對 對 然後有時候我們肚子會跑出來 對 然後她如果穿的話 她就可以讓妳腹部收縮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就是每個女孩子都要穿 可是有的人很奇怪 我們都是身型對不對 可是我的腰就不粗 對 可是我的大腿 大腿怎麼辦 我的屁股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妳真的遇到我非常地好 是因為我是全身都胖的人 對 所以等一下就跟大家講 有什麼法寶 大腿也會變細 連大腿都可以的 好 那我們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跟你分享喔 是 我今天是穿黑色這件 對 黑色這件 來 妳看 那妳好 她幹嘛 妳有了嗎 來 妳看 如果很多媽媽想說 沒關係啦 我今天穿衣服 我覺得這樣蓋住 有蓋住嗎 沒有 妳腰褲很容易走跑住 而且妳貼身的衣服 就很好笑 收起來 對啊 收起來 因為我今天等於很犧牲的 跟所有的媽媽媽講 有肚子也不用怕 為什麼人家有肚子 對 每天穿過 每天穿過 小肚肚 大肚肚 通通把它擠掉 通通不見 藏起來 可是我的大腿肉怎麼辦 大腿肉怎麼辦 我們很多人啊 妳會發現說 不管今夏秋冬啊 我大腿肉讓他收一點 看你收一點 或是外面房間賣了很多 看起來 穿長板的衣服把它遮掉 對不對 妳說真的 有的人喔 就是瘦瘦的 他也不怕 但很奇怪他腰還很為實喔 對 可是他腿 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好吃虧啊 那就是身形 就是這樣子 妳那個朋友可能就是我 妳是嗎 妳看不出來 大腿也是很胖的 就是很有腰身喔 沒有什麼肚子 可是他的大腿就很輕 對 然後是絲枕 對 絲枕 因為開閉會夠冬 因為夏天特別熱 對 所以妳會發現說 其實我以前我買了很多什麼 這種內搭褲 我想要讓他看起來 就是大腿小一點 瘦一點 再照妳看 可是我跟妳講 這我也穿過 這喔 妳那個材質的問題喔 我跟妳講 妳穿了喔 像灌香腸 對 妳看肉是多少 它就出來多少 全部清清楚楚 有沒有看到 擠出來 妳擠一擠一擠喔 妳擠一擠喔 我想說這個顏色多漂亮 我們真的是給它彩色冰昏啊 嚇死人了 穿下去就脫下來 對 那藝林姐真的有驚豔 那再來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像這一種的 我看它廣笑 這個感覺就有一點比較 有塑身的感覺 有一點塑身的感覺 有feel 可是妳知道嗎 這一種的話看起來就像運動服 對啊 像是做運動服 瑜伽啦 才肥瓏 對 如果我今天穿一個小洋裝 就不適合啊 不搭 所以它好像有點緊繃 緊繃 可能冬天可以喔 夏天是完整的 就這樣就不行 對 然後妳看就是差不多這些 會像香腸一樣的啦 會很熱的啊 會很大腸 或是肥包妮妙的啊 這種嘛不適合啊 會有點像帥褲耶 對 也不好配 所以其實後來我就找到一件 我真的覺得它很強 是 它不是只有一件美腿褲而已喔 它連你的腰都幫你褲到 感覺有做寬耶 感覺好像比較高腰一點是不是 對 到肚子那邊 它是比較做寬一點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穿到胸下也是可以 穿到胸下拉著 胸下也可以 那像我這樣的身高才穿得上去啊 沒有… 其實它彈力非常強 我等一下試給大家看 它到胸下也可以對不對 是 再來你可以看到說 整件喔 其實它看起來有點亮亮的感覺 一點點的亮亮的感覺 對 因為它用到的是冰汁 我來看一下 那現在夏天不是說 像今天台北喔 38點多度 就熱的 很熱 其實冰汁的材質 就是讓你 對 它有點涼涼的感覺 很涼爽的感覺 對 那很多媽媽說 怎麼可能外面就熱的啊 我家裡也很熱的啊 而且夏天又又爆掉掉了 就覺得整個不透氣 加歲媽喔 她穿牛仔褲 那夏天牛仔褲怎麼肯穿得住 夏天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我就想說 來 我跟她超級比一比 欸 我跟妳講 燙的人為什麼會選擇穿牛仔褲 因為牛仔褲都夠厚白 對 像我們這種身過 肉都有點肉鬆 完全是那種牛仔褲 它的那個塑型 就可以把妳比較硬拉起來 可是問題 夏天穿牛仔褲 好悶喔 對 就等於說 為了漂亮 那妳就跟婦產科醫生當朋友 對 真的 我們真的不要輕忽這件事情 對 那我們剛剛講說 那這一件可以讓妳 肚子也瘦囉 腿也很漂亮喔 對 那我們現在比一比的是什麼 我們就來比說她的涼不涼的問題 穿起來誰比較涼快 哎呀好 來來來來 直接PK一下 對 直接挑戰一下 假天穿牛仔褲真的太真了 好辛苦喔 她搭公車更可憐 來妳看喔 其實這樣 家瑞媽 現在溫度是幾度 三 三十 三十七度左右 真的假的 妳這樣褲子穿這樣三十七度 對 三十七度左右 有沒有都在下小雨 有沒有三十七度喔 那剛剛家瑞媽三十七度啊 然後妳看靜雯怎麼樣 對 靜雯身穿的就這一件吧 對 二十六 二十六 有沒有我剛剛就設 差十幾度耶 對 差十幾度 因為冰濕的材質 它就是讓妳這樣子 那剛剛家瑞媽說 妳穿牛仔褲對不對 對 肚子也是看得到嗎 對 好來 所以換妳秀一下了嗎 可是靜雯妳這樣看起來 身材很好 我這樣看起來還可以啊 對 快四十六 對 快四十歲 這個婆婆會挑得好些 身材 對 可以喔 來 妳看喔 我把她 我今天是穿黑色這一件 對 黑色這一件 來 妳看 那妳好耶 妳有了嗎 來 妳看喔 如果很多媽媽想說沒關係 我今天穿衣服 我就這樣蓋住 有蓋住嗎 沒有 妳的腰褲很容易就跑出來 而且妳貼身的衣服就很好笑啊 看起來好像三四個月懷孕 我可以問妳 妳結婚了嗎 我還沒跟小孩 這樣子不要給這些單身大 妳會被打槍 走起來齁 對啊 走起來 因為我今天等於很犧牲的 跟所有的媽媽講 有肚子也不用怕 為什麼來看有肚子齁 來 對 哇 妳看 妳側面給 側面給鏡頭看看 側面 側面 看妳的肚子 小肚肚跟剛才差多少 平了耶 平了 平藏起來了耶 掀起來平了 這跟魔術褲嘛 對 然後我剛剛講說 我看一下真的 真的平了耶 平 肚子平了對不對 很明顯的 她剛剛一拿出來 那妳看一下說 連大腿的部分 其實我60公斤 妳幾公斤 我只160而已 160公斤算是有肉的妹妹喔 對 然後妳可以看到說 像這一件穿起來 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妳不管把它當成褲子也可以 對 為什麼 好 因為妳這樣穿起來的時候 腿看起來比較長 妳從後面踩出 它不會一直跑上來嗎 完全不會 因為它的頸度剛好 對 那所以妳會發現說 像我們這種 它比人的 就比較跌的有沒有 對 明模腿都出來 有 妳今天看起來比較修長 對 那齊飛來 我跟妳看一下 就是它的那個彈性 好 來 拉一下 好 一二三 站好喔 有沒有 這個有幾腰喔 所以它這也可以穿到幾腰 它大概也是穿到40幾腰 它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有肚子的媽媽 都可以穿 這拉也可以嗎 那等一下喔 我拉頭妳拉尾 如果妳今天身高200公分 來穿可不可以 來 欸 彈性非常強 對 回彈力很好 來妳看喔 不會變形喔 很多人會怕說妳 欸 筋完彈會不會變形 完全的不變形 都不會 欸 所以我覺得這個彈性很重要 很重要 然後涼感度 透氣度 它就是因為夠透氣 它才有辦法有這種涼感嘛 對不對 就是材質也有關係 對 材質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等於說 用冰濕的材質 所以其實 妳會發現說 如果說我進室內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涼 更涼 對 而且妳就是這樣單穿嘛 對 我就單穿 妳就配個褲子單穿就可以了 對 憶姨姐我覺得這件褲子 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現在算是夏天對不對 對 像靜雯這樣搭很好看 不會亂交捲圖 可是像我自己經驗 我到了秋天 一樣可以搭 可以 到冬天我就穿一個長靴 還是可以搭 長靴靴靴靴 所以它等於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都可以穿 對耶 然後那個小腿肚有沒有 就給它縮掉了 不要跑出來 修長 欸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挑選這個 那個材質透氣度真的很重要 因為市面上真的 哇 亂 然後我們女人真的要好好愛自己 是 有些婦女病 真的就是妳沒有穿對內褲 然後悶到了 沒錯 對 然後才會一直看醫生 是 現在選擇好的褲子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憶玲姐現在很想要試試看對不對 對 超想穿穿看喔 妳的肚子沒有比我小耶 沒有關係啦 因為要讓媽媽看 我們不是說像人家 馬上就是我可能吃減肥要幹嘛 剛剛說不要做那些事 可是妳要選對好的材質的塑身衣 塑身褲 對 所以穿起來妳肚子 就像我剛剛給大家看一樣 馬上就不去了 對 所以我們也不用那麼辛苦 一直要減肥啦 然後不吃 然後運動 運動的半死 其實我們可以受一點小小心機 對不對 長起來就好了嗎 上面長起來 我這衣服穿漂亮 我走出去都可以抬頭頂胸 有自信 對不對 好 那廣告之後 換我去穿一下看看 有沒有給她不要那麼直筒 我要S S 馬上回來 攝影師 不一樣喔 妳要照比較... 照下來 照下來 好厲害喔 這樣看不出來... 這樣有S喔 少女 曲線都出來了 好有自信喔 好開心喔 沒錯 對 好久沒有這樣子 妳知道嗎 不會... 很輕鬆 我一直都是讓人家認為 是一個直筒的人 對 所以很多婆婆媽媽看到 藝玲本人就說 唉唷 妳本人在... 妳聖啊 那電視怎麼會給妳打到這 大塊 等一下不對喔 妳家是一百比一百的 她就放大一點 可是妳看喔 藝玲姐妳知道為什麼說 我們腰的部分啊 這樣看起來會特別小 對 因為這一件我覺得它很棒的是什麼 妳知道嗎 我們特別針對喔 其實妳穿起來的時候有沒有 到妳的在這邊 胃突 幫妳加壓了 胸下左右嗎 對 對... 加壓 再來肚子的地方 很多人小腹婆對不對 這邊這一塊也幫妳做加壓 我覺得這兩... 她講到重點 這兩塊非常重要 這兩塊最重要 我也穿過類似這樣 沒做用有沒有 穿上去這裡有啦 腰出來了 然後肚子還是這樣出來 一樣幫妳加壓 而且我覺得它最厲害 妳請妳看喔 妳有沒有發現看我的手在裡面對不對 有喔 你看它手在裡面對不對 對 為什麼說它感覺好像也有一條粗的 有一條比較透明一點的 因為它用的織法其實是日本喔 什麼繃帶織法 喔 妳這樣看看得出來嗎 對 它等於說在幫妳做一個伸縮伸縮伸縮 所以妳很多肥肉啊 在伸縮當中啊 也越來越瘦 喔 以前繃帶也不是說我們蠶手指什麼什麼 對... 俗進代謝的之類的 對... 日本的織法就是繃帶有沒有 讓它越來越瘦之外 那妳就覺得它的形看起來很性感 很像法國人 對耶 我覺得重點子這個群很重要 對 顏色很好 所以我們等於說啊 像日本人一樣 日本有那種就是幫妳做一個減重 讓妳窈條一個方式 對 又有歐洲那種性感 這一件完全都幫妳顧到 而且我覺得穿這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女人喔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女生喔 很喜歡粗幼妳知道嗎 一桌這肚子燙下去 或是站的時候都站這樣 粗幼 都站這樣 對 就很容易讓那個肚子跑出來 可能妳不胖 妳都會一個小肚肚 對 所以妳穿上這個 妳把它塑好之後 是 真的啊 就平起來了 就平起來了 對 對 胸都大起來有沒有 又大起來 好明顯喔 如果累住了它就上去了 對 而且因為我們裡面有用到 四支的鈦合金 所以剛剛好把妳支撐 旁邊兩支 後面兩支 所以妳撐起來 妳就每支每一支 做的姿勢 站的姿勢都很好 對 所以後面也會很平嗎 也很平 對 後面會變成米絲 一塊一塊肉對不對 不會不會 它剛剛好前面顧到 來 後面也顧到 所以就會讓妳整個平起來 而且妳穿這一件很厲害的是 不用再穿內褲 一件就可以了 對 因為我們褲底是純棉的 要看一下 來 所以妳就發現說 其實它不用穿內褲 穿起來一樣很舒服 對 這是褲子的皮擦 這個底也很重要 對 真的有味道 對 所以它等於說穿起來 妳就不用再穿另外穿內褲 它就是塑褲 它也就是內褲 所以它就是適合未凸 或是有小肚肚的 藏不住肚肚的 就要靠這一件 靠腿有點下垂 對 那大腿粗的 大腿粗的 另外一件 妳就可以看到 看這一件 為什麼 因為這一件的部分 它直接也不只有大腿而已 它一樣也是肚肚肚子 也是粗的地方有沒有 對 它直接做到了一個 妳可以看到喔 這邊有點拱形的感覺對不對 對 它一樣幫妳做到一個小腹啊 全部加壓 是 旁邊有的人會走去麻鞍圈有沒有 麻鞍也幫妳做一個速度加壓 所以它的織法也是很特別 對 那很多人會想說 長褲夏天我穿不住啊 可是我們裡面的材質 用到的是有 對 它是冷感的 就是涼涼的 涼涼的 所以妳會覺得涼涼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它降溫度比牛奶褲還要熱 有沒有 比它涼 妳想說三十幾就快燒起來了 三十幾 三十幾 賣到錢 我的錢 所以 等於說好的剪材 好的材質 讓每個女生 就算妳跟我們一樣露露的 我們還是一樣像楊貴妃一樣 對 永永華貴 透氣 而且簡單是怎麼樣 就跟洗衣服一樣 丟洗衣機 不用裝什麼洗衣袋 妳裝洗衣袋 OK 來 裝洗衣袋 丟洗衣機洗一洗對不對 妳把它曬乾 太陽曬一曬 好了妳就一樣拿出來穿 對 然後妳會發現說 就跟新的一樣啊 為什麼 因為它的彈性非常好 妳洗很多次 它也不會軟掉 也不會鬆掉 不會變形 對 所以說 不只是我們這樣比較豐滿 易胖的體質 所以需要去把它塑住 其實就算瘦瘦的人 妳把它弄得挺挺的 它也就比較不會 有些小女生啊 就是真的沒有把這些褲子穿好 對 它明明瘦瘦的妳有沒有看過就是 穿低腰褲 對 然後這裡就是擠出肉 對 然後這邊這個槍靶子 尤其是我們台灣女生這兩塊 兩塊很大 因為妳再秀一下 可是我這樣子看一下 我覺得靜雯它是完全這樣順修下來的 對 其實妳可以發現說 它整件我這樣穿起來 黑色這一件對不對 妳這樣穿 整個順修下來 肚子也是要給它平的 剛剛講說美姿美姨的有沒有 妳站的時候妳就像這樣子 挺起來 挺起來 肚子沒了 旁邊腿 妳就像腿像這樣子 當踩腳褲穿有沒有 也是很好看 請問妳可以再露一下妳的肚子 我一直覺得很誇張耶 來啦 就像這樣子 圓形筆露 妳可以看到 讓我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妳在家裡可以整理好一點 整個拉起來之後 我們像剛剛肚子很大對不對 拉起來肚子平了 平了耶 對 所以妳知道說誰可以穿妳知道嗎 媽媽妳生完小孩肚子鬆鬆可以穿 一定要穿 生完一定要趕快穿 妳像我一樣還沒有生小孩的人 沒有關係 也是要穿 像齊飛就是瘦瘦型的有沒有 對 瘦瘦型我要看起來我要挺 也是要要曲線有沒有 穿起來也是婀娜多次也要穿 美姿美姨 齊飛會怕喔 趕快挺胸 趕快跑過來 齊飛趕快挺胸 因為她沒有穿 她已經放鬆了 輸了不輸了 然後妳知道嗎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穿的是 很多阿嬤 阿嬤也可以穿 六七十歲阿嬤 有什麼 她會脾骨 對 走路都不舒服 脾骨有沒有 有 妳撐起來的時候妳會發現 妳常常阿嬤說 這很痠 可是妳的話 穿起來的時候 撐起來之後妳會發現 妳的腰也比較不會痠 對 妳講到 妳講對一個重點 有時候老人家有沒有 還反而一定要穿 她才有辦法走遠 對 沒錯 所以等於說老人家妳就可以穿對不對 所以那又很簡單 因為媽媽妳會覺得說 我的感覺穿很多東西很麻煩 妳就把它當內褲穿 對 她就是內褲巾 那很多媽媽妳穿長一點的上衣 妳就把它當裡面的褲子穿 又涼 對 因為剛才我現在看到這一件 它是因為它有比較高嘛 對 妳這樣彎腰會當 其實也不會 不會啊 彎腰不會痛啊 不會啊 不會啊 對 不會啊 不會痛啊 所以妳看我這樣做起來 為什麼我都一感覺好像挺胸 因為要撐起來了 撐起來了 妳就一直讓我覺得 那邊很亮 因為那邊太挺了 太挺了 所以誰說婆婆媽媽 沒有S身材啊 因為妳沒有穿對衣褲嘛 對不對 穿對大家都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努力 不可以放棄 我們要把我們那些 鬆鬆的肉給它藏起來 然後把S曲線再找回來 我們就可以秀我們的好身材了 妳知道了嗎 加油 加油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S找回來 S S 有了 下次見囉 Bye Bye Yeah 哇 她的好身材 妳看不出來 妳想真的不要露出來 前出後跳 對 她不露得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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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愛自己要敲對東西 不要想露